业界传闻 宝马将会在2018年推出全新的M2 CS高性能车型 且这部车可能会搭载原子F80 M3 F82 M4 输出400匹马力的S55直6双欧轮汽油引擎 然而对宝马之下德国车厂来说 在推出CS也就是Club Sport车型前 他们势必将现行对标准款M2进行升级改款的动作 而现在出现各位车民眼前的 即为现行F80 M2小改款车型的原型车 在江湖盛传的M2 CS车型追加之前 宝马将先针对现行F80C M2进行小改款的动作 而双欧流氧轮直6引擎将继续沿用 动力也渴望有所提升 这款非CS的宝马M2 LCI车型 请有机会在今年下半年也2018年是新车登场 尽管小改新车并不会置入双欧轮引擎 但也会有适当的升级举措 而现行运用于M240与M2车型上的 两具双欧流单欧轮直6引擎 输出动力也势必将再次获得提升 现行款M240i与M2的最大马力分别为340匹与370匹 风支扭力则均为500牛米 至于小改后 两者渴望会采用同一具直6动力心脏 本期内容由天下五车终于创作 欢迎大家在里面讨论